女子被多人辱骂 掌国 殴打 逼下跪 持续6分钟 11月27日 山东日照一女子在出租屋被多名女子扇耳光 他们还要求女孩下跪磕头 女孩拒绝下跪后 几名女子甚至拿起皮带 饮料瓶抽打她 在连续被辱骂殴打了6分钟后 女孩下跪磕头道歉 其他女子将三瓶饮料倒在她头上 29日 黄海璐派出所民警称 涉事的几名女子都是某娱乐场所的员工 已全部传唤到派出所 将会依法处置 我介绍 前説 是 こんにゃん 可以嗎 可以嗎